哈喽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意大利南部冒险旅游的第二期Vlog 上周日,我带了我姐姐和我中国老公去我们意大利南部附近的一个大区 巴西利卡塔大区 这里有两个比较刺激的活动,我一直想过来参加一下 如果你们还没有看到第一期Vlog 建议回去翻一翻我的频道 在第一期我讲解了一下关于这个大区的信息 而且拍了我们探索意大利最长的高空调查 在本期视频,我们就到了巴西利卡塔的另一个小镇 叫Castemizzano 这个村庄坐落在悬崖边上的石头 山峰上,风景令人震惊 除了这个特点以外 这里以高空飞锁项目为名 就是说有一个滑锁连接这个小镇和对面山峰另一个小镇 滑锁是允许在高空飞一多公里 时速超过120公里一小时 飞完了游客可以到对面小镇游览 完事了再飞回去 这个小镇叫Castemizzano 被列为意大利最漂亮的小镇之一 这就是我上一次游览小镇也跟大家说了 意大利有一个电视节目 叫最漂亮的小镇 然后每年都会做一个 相当于比赛吧 然后有一年这个小镇赢了 这个风景确实无敌了 这个是巴西里卡特大区的多罗米地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意大利北部的多罗米地 那个是一个滑雪的圣地 但是这个区域也有多罗米地 就是这种山就叫多罗米地 其实就是那个石头的质量 我们在山区的这么上半个小时 然后从这个山坡我们就要飞到那个村 用划锁直接划到那个村 咱要坐半个小时吗 他说半个小时 我 撒 还是这个斜坡挺斜的 我去 跟爬山山似的 野长城可比这个有挑战性 我知道 这个路还可以 但是挺斜的 你看 我老公说这个山有点像张家界 等会这么看不可以像 就是那个山吧 在国内的时候我一直想去张家界 但是我去这个鞋坡太斜了 哎呦都 你等我一下 我怕 你这个鞋子防滑 我这个鞋子还好 但是感觉太棒了 但是在国内每次休假就是黄金州 黄金州去张家界 我的朋友都跟我说折腾死了人超级多 所以我一直就没去张家界 以后有机会的话在非休假时间回中国 好咱们去看看张家界 哼 并鱼的 这下 大家记得一点就是穿五袖不难坐这个滑锁 所以人家巧破我买一个短袖 说呦这个破短袖真不好看 真不好看 oh no 我猜的 还挺ok的 好看吗 不错 好吗 姐姐紧张吗 姐姐紧张吗 不紧张 目前还不紧张 这个案里你不能拍照 然后到那了他偶然给你买一张照片 但是我不要 因为我们这么穿太吵了 到时候看吧 我给你照个照 我们就不买 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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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了另一个小镇 这是划锁的另一端 这个小镇叫Pietra Verzota Piedra就是石头的意思 因为这个小镇被在石头里面扒出来的 所以就叫Piedra Bertosa 很有特色 没想到真的这么漂亮 这两个小镇就非常值得一看 而且再加上这个天使的体验吧 就是华所体验就是非常赞 非常赞比早上的体验要有意思 我们还交了一个新的朋友 在这认识的他自己来体验 然后我们弄完了回到另一个小镇 才得一起喝一杯 真的挺漂亮的 而且有很多的小店铺啊 9% 98啊 所以朋友们我总说小镇是意大利的真实灵魂 因为你去大城市罗马富罗莎什么的都是很有意思 但是意大利除了那几个地方充满游客什么的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值得去看的小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的活动就结束了 最后我们跟新教的这个朋友喝个开胃酒 吃点小吃然后就得回去 回家还有两个半小时的车场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结束了 大家喜欢这样的内容想支持我的话记得 订阅点赞转发还有留言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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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